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大家好,我是小秦 那么前两天呢,我去了葡萄牙旅行 在那里呢,看到了非常经典的普什蛋塔 那普什蛋塔呢,我所认识最早是在肯德基 成了我记忆当中的经典美味 那么怀着致敬经典的这种想法呢 我去吃了一下正宗的葡萄牙普什蛋塔 吃完之后呢,其实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可能肯德基的味道还是更符合我的审美吧 但是,我就在想 为什么一个普什蛋塔这么一个甜品那么小 它能够跨越百年的历史 成为一个经典的小吃 而与此同时呢,很多的朋友都说 我们中国也有渊远流长的饮食文化 也有非常好的小吃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款能够像普什蛋塔那么经典 那么很久远的 或者说甚至短期一点 但是成为网红的这么一款 这么一款小的食品呢 那带着这个想法 我又重新的审视了一遍葡萄牙的普什蛋塔 走了很多不同的门店 有最最经典的 那么也有主街上对待游客的 也有超市当中比较平民的 还有一般点心店里比较 稍微性价比高一点的 都去尝了个遍 结合之前和朋友和我的讨论 如何在欧洲打造一个 比较经典的小吃 或者说一个简单点 网红的食品 那么结合这么一个想法的话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 第一个课题就是口味 一说到口味啊 就有过来人要跟你说 口味问题啊 这个东西 中国人喜欢 老外不一定喜欢的呀 废话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欧洲的蛋塔 中国人能够接受 但是比方说瑞典的臭匪鱼罐头 大家就不接受呢 就是因为这个臭匪鱼罐头 它本身在瑞典 也是饱受争议的 又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的 所以你在挑选口味的时候 你必然要选择一个 在中国就没有争议的 口味上就大家喜闻乐见 能接受的东西 比方说臭豆腐啊 豆汁啊 香菜啊什么的 你就不要去做 你要早就去找碳水化合物 去找糖油混合物 奶茶啊 饺子啊 肉夹馍啊 馒头啊 这些东西 因为人对于糖啊 油啊 高热量的东西 就是一个天然的喜欢 这个逃不出人的本能的 好吧 那么这是第一 还有我们就是 不要去挑战别人的文化 比方说中国人喜欢吃的 压脖子啊 压脚啊 那老外吃了觉得很恶心 那你何必要去挑战 他的文化呢 对吧 可以掳的东西那么多 你掳个鸡腿 人家说不定就能接受了 但是你掳个压脖子 人家不能接受你去做它干嘛呢 所以你不要去做那些 很偏的东西 对吧 或者说你明知道老外不喜欢 在文化上 价值上很难接受的东西 你还要去偏向虎山行 那当然要失败了 另外嘛 就是辣 很多人都觉得 中国的特色是有辣就好吃 但是老外不喜欢 是啊 你就知道老外不喜欢了 你还去做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你在中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吃辣呀 对吧 但是 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铁 不是吗 所以你就去 淘开那些 又辣 又酸 又臭 这些东西 你不要去做 你做那些 大家喜闻乐见的 又甜的 又香的 那不就完了吗 当然了 对于口味 我们还是要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 市场调查 你还是要做的 给周围的老外朋友 尝一尝试试试看 打入到欧洲市场 你光做华人生意 是肯定不够的 对吧 做做市场调查之类的 肯定都是必要的 好那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口味之后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价格 怎么样成为一个网红 首先一定要单价低 这是网红的特征 为什么要单价低 谁 什么样的人喜欢去这种网红店吃 小年轻呀 小年轻的特征是什么 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喝红酒啊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单价低 东西小 就是对了 他们不能够接受很贵的东西 而且单价低的东西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一价空间高 比方说那你一个东西 超市里面卖一欧元 但是你卖一块三欧元 那多出来的这个三毛 就是你的一价 原材料也差不多的 对吧 比方说在葡萄牙的时候 我看到啊 超市里面卖蛋挞 是四毛欧元一个 很便宜 然后在一些主街上 你他可能是卖个一块一 一块二都有 最最好的蛋挞 他就卖一块三 你可以看出来了吗 但是但是这些小年轻 比方说是你 你会在乎那相差的一毛两毛 而不去吃最最有名的那个蛋挞吗 不会的 你愿意多出那一毛两毛 去找最贵的那家蛋挞店 为什么呀 名气 对吧 所以说 当你一个东西成为顶级的网红 也不要说顶级了 哪怕你非顶级 哪怕你卖一块钱 你都比超市里卖的蛋挞 要贵个好几倍 都要 它的溢价空间要大 这就是做网红食品 一定要低价的原因 它价格低 又好接受 又有提价的空间 好的 然后 再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地段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这条主街上 两家奶茶店的终极PK 那在我们家那个条主街上呢 有一个奶茶店要开门了 上面一看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奶茶店 然后呢 橱窗封掉了 广告上面写着 Opening soon 即将开业 里面在内部装修 然后呢 写出来 它在汉堡啊 它在德国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啊 在欧洲的几个城市呢 都有封店 那么一看 这就是一个品牌连锁店 那我觉得 挺好啊 奶茶店要开门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一直等它装修 想装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够了吧 哎没有 装了两个月 一直不开张 哎 就一直不开张 就一直在装修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装修问题 出了问题呢 还是 还是别的出了问题 但是可以 很肯定的是 它是一家品牌连锁加盟店 但是啊 没想到 就在这家店装修的 大概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和它贴隔壁的一家店铺 两家店铺之间 就隔了五米 了不起了 哎 开了一家奶茶店 也是里面在装修 也是说是opening soon 哎 我说 哎 这个有意思了 就算兰州拉面 也不会开得那么密集吧 哎 它就是在同一条主街上 两家铺子就隔五米 都不用过马路 同一条 同一侧 好 开 那我们就说 等着看看吧 没想到 第二家店 先开张了 它只装修了一个星期 就开张了 那么这一家 后来的奶茶店 它装修的很快 它里面装修的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啊 就是感觉是中国的 十八线城市的那种 装修风格 其实是挺质朴的 门口嘛 放了一个熊猫的那种形象 它的名字呢 叫No.1 Burger Tea 里面的装修呢 明亮的 电视亮的 但是装修是很简单的 而且偏中式的 可能是想营造一种 比较偏中式的那种感觉 你说奶茶的口味呢 也还过得去 颜色呢 也还丰富 好 这么一家奶茶店 那么 这一家奶茶店 就一开 就开了一个月 就这么运营着 直到一个月之后 原来 第一家 在主街上 占据店面的这一家 终于装修完了 我们心想 哎呀 那第一家奶茶店 肯定是遭受重大损失啊 因为它 因为它 没有抢得先机 对吧 那装修完了以后呢 我去看了一下 它的风格是怎么样子的呢 是比较偏北欧的 很现代的 那么满墙的绿植 灯光也是明亮的 它的家具的设计线条呢 是比较现代的 流畅的 比较北欧的设计风格 比较符合年轻人的 那种小清新的调性 好了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序幕开始了 两家店呢 其实就相当于 开始竞争了 那么 这第一家奶茶店呢 口味上 其实 还不错的 其实要比先开的 就是后来居上的那一家 要来的稍微好一点 就是奶香味更足一些 就是口感更符合我的感觉 但是 中国人毕竟是少数 对吧 他主要做的还是老外的生意 那其实你也并不知道 到底是 哪一家的口味 更符合老外的感觉 是不是我的感觉就对呢 其实你也不知道 那么好 过了半年 两家店就这么同时的运营着 忽然之间 就是那家 后来居上的 先在 抢先在主街上 开业的那家人家 倒闭了 一下子就 消失了 就是店黑掉了 然后里面就开始清厂 搬家 他也没有任何解释 可能就是生意做不下去了 反而是那一家 没有抢得市场先机的 装修用了好久的 这么一家店 活下来了 那么到底是因为两家的 口味上的差距 导致的 不行呢 还是 就很难说了 那他倒闭了之后 我们就在想啊 我想为什么 先占得市场先机的 这家奶茶店 就这么突然之间的 倒闭了呢 没道理啊 因为从口味上而言 的确是有点差异 但是也没有 差太多 然后呢 我就问了周围的朋友 我就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这两家比较一下区别呢 他们说 其实他们甚至都没有走进 先开的那家奶茶店 他们直接就去的是第二家 那看上去比较北欧 设计风格的那么家店 那么我现在这么说呢 其实并不能讲 这家抢得市场先机 而倒闭的这家奶茶店 就是因为吃了装修的亏 我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相信 一个店是不是能活下来 最终拼的还是口味 但是其中有一点 让我引起了注意 就是消费者甚至不愿意 走进那家先开建的店 他更愿意去那家新开的 装修的比较北欧的 这家风格的店 那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长期的战争当中 口味一定是最最重要的 但是在前期 抢得市场先机的情况下 如果口味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么你店面的装修风格 更贴合人家的文化习惯 审美要求的话 是能够招揽到更多的客户的 另外再啰嗦一句 就是我给大家比较一下 他们两个各自的菜单 你可以看到 第一家先开 抢得先机的奶茶店 同样是香芋口味的 我比较喜欢的 大杯4块3欧元 第二家就是装修北欧风格的 比较好的那一家店 同样的他肉口味的 就是香芋口味的是4块9 比第一家贵了14% 所以说 消费者是不会在乎 这多出来的几毛钱的 只贵了6毛吗 对吧 口味还是关键 最后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只想说最后一点 就是关于店面员工 当我在葡萄牙街头 看各个店的时候 我发现 营业员的素质很重要 其实跟人种完全没有关系 我看很多普世蛋塔店里 他请的人是黑人 但是这些黑人长得特别的好看 精神 精瘦 看上去就很健康 很有活力 相反 有些店 就是看上去屏风比较低的一些 普世蛋塔店 他的人 可能是本地人 但是都是那种中年大妈 或者说 不是很慈祥的老头老太 这种 营业员 或者销售人员 就会让人的感觉 不是特别好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次去葡萄牙 又联想到很多人 想把中国的小吃 引入到欧洲 去推广的 这么一个一些想法吧 我整理出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哦 对了 喜欢我视频的节目呢 请给我点赞 关注 订阅 评论 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